上外的字接住对方马上变化 对对对对对 大家好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庞恒国老师 为我们讲解太极拳的一些要点 大家好 胖老师 我在教学学习的过程中 发现很多人问我一个捧劲的问题 他说这个捧劲是不是就是指我们 站桩或者是练拳的时候力量向外 我感觉这个有点问题 向外呢也是在自身的 这个平时咱们练拳的时候 上来都要求气宜鼓荡 什么叫鼓荡 这个东西有的时候不太好教 大家得自己体会 从练拳开始 所有的基本功 一起大家都知道 头抱上顶 身子往下筛 它是一个对拉 这就是捧 对拉就是捧 对拉就是捧 因为对拉有点力气 要有劲才能对拉 包括我看刚才您一做左右含武 对左右 身体和手的前后也是一个对拉 这其实就是三维的捧起来 一组一组的对拉 然后才能产生捧劲 而且您说上外也对 你不接人家 你没有上外的劲 人家一接人家 它不就软了 软了 对对对 就是一接上外的劲 先揭入对方 马上变化 对对对对对 改变对方的重心 对 用的时候肯定是上外的 这些捧劲的一种 不管是你是按也好 急也好 都是捧劲的一种外延 往外放劲的一种延续 八法都是延续 你没有功力 没有这个劲 你肯定这些捧劲也使不出来 招数也使不出来 所以我们这就能够理解 其实所谓的捧劲就像一个 画一个球 在空间上画一个球一样 你刚刚这个上下的是不够的 得有左右 中间所有的都支撑起来 但庞老师 我感觉咱这爷俩一搭手的时候 你老是让我站不稳 你这个捧劲就到了我身上了 这又是怎么去解释这个问题 一接的时候 你看咱们两个接 我不是单纯的接 对 我是要螺旋变化的接 你如果接着就这么走 我就站开了 肯定走不了 没有威胁我的动静 所以而且是顶了也顶了 对 所以说他已经不丢不顶 怎么才能做到不顶不顶 我要有变化 我这个捧劲是在自己身上来 一接对方 我得往回头身上去 这就叫所谓的蝉丝 蝉丝变化 让你的劲往外引 让你失重 要么你手往回走 要么你往前就往外走 所以说这个外劲的 就往外引的捧劲 也很巧妙 所以大家得慢慢体会 肯定是有往里还往外的 所以其实毫不疑问 其实潘老师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练推手实际上就是练习 第一你得捧住 捧住了之后 然后往各个方向去引对方 推手呢 现在其实也是练招数的熟练 但是现在大家刚练推手 和积极没什么关系 对没功了 所以说没有进攻 所以大家练呢 这个推手呢 有的时候得多感受对方 两个人互相伪招 就你这个劲要进来 然后我怎么变化 明白了 对吧 是要体会对方这个劲来 我怎么变化 刚开始慢 但是用的时候一定是非常快 所以还是得先有劲 先得有功力 没有功力 你练推手也没有用 你没有功 然后第一 要有功了 第二 要有功了 对 这是推手呢 是知己知彼的功夫 大家平时讲 自己练起来是知道自己 对 然后推手知道对方